中午的早上,我现在九点多了 我要起来,起来去上班 走 我现在收拾好了,去上班 最近可能心情有一些微妙的起伏 但是现在呢好很多了 前几天又开始菜园 但是至少还没有轮到我 所以呢也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 今天周五,然后明天就要周末了 走 这是我第一次录视频 然后用手记录试一下吧 就是记录我最近的这个生活状态 最近心情好了很多 可能因为也是朋友的一些聊天帮助 或者说是读了一些书 帮助我缓解了不少的焦虑 还有自我怀疑 现在就是觉得 似乎也可以没有那么的紧张 毕竟很多时候自己努力了 但是没有好的结果也是很正常的 放平心态去理解它 因为我可能也不像大多数人 稍稍平稳一点吧 我总是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挫折 比如说 抽H1B的时候就抽不中抽中了呢 又被拒 被拒了之后要等很多年 回到中国重新开始 这个可能一般人也很少能经历到 包括我自己在 这段那段时期 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但确实是遇到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 给我一些其他的人生启发吧 所以呢 其实我是应该 倒也不至于说感谢 但至少 每个阶段 每个困难挫折呢 都是给你带来不同的 眼界和体验 所以 很多时候眼界不同了呢 也是丰富人生的一种方法吧 比如我在国内也 工作 工作的公司 然后后来回来呢 又去了同一家的公司 也是更熟悉 包括我去年可能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 后来我想一想可能不全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也只是一个低等级的打工人 可能很多时候 然后团队的大方向啊 或者说部门的领导 他的偏好呢 决定因素更强 这些如果换了的话 自己的体验 自己在新的这个目标 新的领导 新的部门下 又是另外一个人了 他对你的评价又是不一样 因为他可能看到我的好处 而不太在意我的那些缺点 缺点就不在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录视频 可能想想到什么就想到什么吧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也想着有没有个贵人相助 但其实都很少遇到了 顶多呢 就是陪我聊聊天呀 改变我一些想法 但其实真正能帮助 不遗余力的 拯救自己 帮助自己的 其实呢 只有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应该 更加的爱护自己 如果可以 条件可以 尽量的满足自己 各种需求 比如说累了呢 你就去休息 想休息想出去玩呢 就去玩 比如说想去旅游就去 想打游戏呢你就打 这也没什么的 我甚至有些时候 稍稍有一点难过 在我人生遇到非常大的危机 困难的时候呢 如果出现那么一个人 我以后好了 我以后 嗯 条件变得好一点 我我我会想着回馈 但 但事实上他是没有 有时候我会 有一点点这样的难过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理 但是后来一想呢 就是扮演这类角色的人呢 通常是我自己 就就 always 所有时间都是我自己 那么我就 不如回馈我自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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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